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左右正 要左右正 我们脊椎啊 是一条的 所谓的我们就 这个面叫做什么 纸状面 你身体要三正 左腰要正 叫死状面 有没有看过那弓箭 有一个死状 像一只死一样 你看喔 这像是弓箭的箭 有没有 死状面 还有什么 幻状面 就是前后 我们记得前后是什么 什么形的 那是X 那是正面 还有水平的 水平 要骨正 要什么 坐骨要正 这个是我们坐骨 坐骨要正 还有什么 髋关节的面要正 像那个 我拍的X光片 要看 看他的什么 骨骨头正不正 要在水平上面 还有什么 骨盆的上脸要正 还有什么 鎖骨要正 要水平 鎖骨要水平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眉骨 那我以前一个 一家老师的学生 他叫一家 但是呢 他每一次 他跟我讲 老师每一次我画眉毛的时候 都拿一把尺 放在 再画 不然呢 照着骨头画的话 都是一杯高 一杯低 像你啊 你右边高啦 大家看一下 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会造成 眉骨高低 眉骨高低 高的那边就是长者 所以 所以说 一定要什么 水平 不再讲一遍 坐骨要平 坐骨 坐骨 很多人 现在有年轻的人 很多的知识不好 顾名思义 坐骨应该是怎么样 坐骨 但他们不是坐骨 你看 他们需要这样坐 有没有 看电视好舒服啊 但是他没有坐到坐骨上面 他坐在哪里 在这个箭椎上 骨盆这个箭椎啊 这个三角形 坐在箭椎上面 有箭椎的定型 所以说 坐骨要正的 骨骨头 两只的骨骨头 要在正的 还有什么 骨盆的上人要正的 还有什么 鎖骨要正的 还有什么 眉骨要正的 鎖骨啊 对 这两块 有没有 有人呢 一高一低 有人呢 一前一后 大小链骨 那就 胸腔不正 自己摸摸看 回去照照镜子 看看这两个鎖骨 有没有在正位 如果有高低 表示你身骨骨有歪一跌 有前后 表示你的胸腔有旋转 前后旋转 甚至于呢 我一个 一个美国来的患者 他住在台湾 美国人 他十三岁的时候 他就去做港帝 为什么做港帝 他爸爸是医生 他两个哥哥都是医生 家境不错 但是他是犹太子 所以他们交小朋友 你的学会要自己赚 就十三岁就去高尔强做港帝 之后呢 不是你歪掉 他长大之后 他为了他身体的转位 从美国找 加拿大 到英国 到德国去 找了半天 都没办法治好 后来呢 从他先到香港 再转到台湾来 他去学很多 太极拳 什么 皮特特斯 他去学 但是呢 都没有办法 他的髋关节问题解决掉 没有办法 他身体歪一些问题 他这边是凸出来的 那个胸部是高低的 他那个头是歪的 那个后面啊 比你还深 对 我说称之他 那后面呢 像一个马蜜眼 很深的时候 军区差不多 一个什么深 一几个深 后来现在呢 就我调三个月之后呢 他另外去做了一个疗法 他的那个老师跟 欸 Steven 你 怎么都挣回来啦 你去学了什么东西啊 他以太学很多嘛 什么太极拳 人家都学 都没办法挣 学一股疗法就是他挣 他很认真 每天我们一个功课 叫趋身运动 他都会做什么 四千斗 很认真的做 所以他短了三个月 他整个胸腔 这个肋骨 整个都平 胸部呢 平了 后面呢 他本来是有高低的 左边高 右边低 这边凹进去 凹的慢慢突出来了 这个 两边不一样高的 一样平 他很高兴 那这一次呢 因为他跟台湾小姐结婚了 宜兰的结婚 他回去宜兰的时候 他给我买了十条袋子 他说 过年的时候 我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所以说一股疗法 他的 跟一般的疗法不一样的地方 他是需要时间 你不可能 一条马上就正了 但是呢 一条马上正了 就没有错 常常讲马上正了 但是呢 体操怎么样 惯性 他会跑回去 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一件什么工作 每天 每天 你都要照老师教你的东西 你也可以自己做 慢慢慢慢白色的导政 老师是帮你一时的导政 像王长到我那的时候 一次来什么 一个半的两个终折 回到家里的二十二个终折 要靠谁 要靠自己 所以一股疗法就是 以前我讲的课叫 健康不求人 求子 自己来做 自己的肌肉需要什么 训练 所以呢 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将做到六月 就会干什么 三四年 到六月我就会很远 所以说 一个条件是什么 你有含心 我常常讲两种人 我救不到 只有两种人 我救不到 一个什么 不相信的 对于无聊没有信心 不相信我就不信 第二个什么 没有毅力的 懒人 不相信跟懒人 我救不到 其他依我过去十几年来的经验 只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好好依照主师也所交给我们的东西 彻底去做 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 都会有回复健康 所以说呢 当我们脊椎了 怎么会来 会不会讲得太杂了 不会 所以说呢 所以说 那以上的条件会造成什么 燃养吸收不良吗 左脚厂的人怎么样 笑话一点 笑话不好 就是什么 吸收不好 有没有很多小村有没有 瘦炎炎的 像最近每一个礼拜天 像三胸部 那男生喔 他本来啦 他只有那个 他一个老二 每一次坐呢 都没有坐像 歪歪的 他的阿嬤 他的外支母 老是骂他妈妈 说本来 你小孩是怎么骂 骂子 坐没有坐像 站没有站 睡没有睡像 一天他有骂 他妈妈说 没办法我 我一直交证他 坐好坐好坐好 他一坐一坐就变这样子 结果呢 有一次他妈妈 跟那个 医教授康讲的 那个前医师那里 他小孩子 鼻子不通 去看阿比喉科 那刚好呢 我前半段是 前医师的阿比喉科 后半段 我在做一股疗法 他就问了 欸医师啊 那个 什么是一股疗法 那个前医师跟他讲 喔 林老师在后面里去问问他 他就把他问 我只跟他讲了讲之后 那我小孩子 赶快把他送过来 那隔天就把小孩子送过来了 就要这么做了 一个礼拜之后 他外祖母阿嬷又去看了 诶 那个孩子 建宏 诶 你现在怎么可以做正正的 阿嬷阿嬷说 我带他去做一股疗法 那什么是一股疗法 他阿嬷也要去了解 他小孙子来做的时候 他阿嬷跟着来 阿嬷说他也要做 每一次阿嬷跟孙子一起来做 后来他阿嬷说 诶不行耶 这不公平 三个他们三个小兄弟嘛 一个是国三的 一个国五的 一个是小三的 结果呢 全部要去做 结果呢 那哥哥呢 国三那个哥哥呢 每一个礼拜天 都带那三个小兄弟来做 他那个老二人 建宏那个本来是侧弯的 那个身体歪的 长又瘦又小 结果呢 他做了 之后那个暑假 他长了几公分 大家看看 一暑假 就是做那一段时间 那个暑假结束 他长了二十公分 哇 哇 哇 那现在是 那个全学年最高 哦 个子好高啊 那个 国六喔 身高一百七十六 国六一身高一百七十六 所以说一股料嘛 他就每天做那个 会 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生长板 你们听过 小朋友啊 正在长的时候呢 你刺激他生长板 他会长得很好 哦 那中 中药有一个叫丹朵 什么 丹朵啊 那个药 但是呢 如果你说 如果再配合运动的话 那我就长得更快 一个学棋长二十公分 一股光荣先生 那 这不要讲 我让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奖义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奖义 大家看一下奖义 大家看二十页好不好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有没有 这边有一块那个什么 叫做持枕 有一块 有一块持枕 一个持的枕头 那个 那个有什么好处呢 当你放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调整你的什么 灌状面 你的S就是后面那一串 跑了在前面去了 当你放着的时候呢 把它顶上去 一顶上去呢 你的脊椎跟脊椎之间 一个叫做什么 椎间盘 因为我们站一整天 坐一整天 压力很大 内压很大 你把它顶上去 拉开的时候 把椎间盘里面的内压很弱 不是 你弯曲太 太往前面跑了 对不对 它就太弯了 太弯了 我们把它顶上去之后 它拉开了 它就往下掉 它是双向调整 你弯度不够的时候 可以把它弄弯一点 弯度太大 你就弯度太大了 就把地心里 跟你的体重关系 把它拉下来 就让它什么 平顺一点 就恢复它的 生理自然的弯曲度 每一个人都有 生理的自然弯曲度 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来的生理弯曲度 这个弯曲度 S型的 它就是 跑到太前面去 弯度太大 弯度太大了 你的间椎 会受到影响 老师表演一下 为什么会脱背 老师有没有脱背 没有啊 老师一秒钟就脱背 不要一秒钟就死 有没有脱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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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马上突出来 为什么呢 我们脊椎啦 这个骨盆啦 向后牵着的时候 你的杆杆原理的关系 这要胸椎 没有脱背 向后牵着 你看 对不对 老师 那是不是自己这样 突出去 会影响这里痛 屁股后翘啊 不是我说这个 都不会也都会 对 对 骨盆都会动 可是一坐下来就好了 坐下来 因为坐下来 你坐在座口上面 对不对 所以说 说你们经常会脱背的人 很多人是骨盆后倾 后倒 不是 那所以我直接受了这 你这里就不会痛了 对 所以说很多就讲的是 连动随动的关系 千亿华什么 动全身啊 你身上的一块肌肉 不在正位的话 就影响到全身的肌肉 像刚才 像那个 你喔 为什么很僵硬 你背了那么紧 所以肩膀就很僵硬 你再出来一次 可是你要看 可是 老师 那个是不是一般的腹都可以绑 可以啦 那绑的痛滑 它喔 我压到这里 它一定 痛不痛 有点 会痛 这个叫天中穴 它是管整个肩膀 所以这边一松掉了 它结果这边就会松 还有 你手拿起来 你自己手拿起来 摸摸看这里 青春 你看 这都顶刻刻 这边好硬 压起来很痛 有没有 这一块 这个零八解在这里 走过来给大家看 按这里 知道吗 这一块 大家手举一下看看 把手将封到后面去 注意摸摸看 这一块没很硬 这里呢 这里是零八解 后面是那个 我们所谓的尖的大小圆肌 在这里 这一大圆肌松掉的话 你整个手臂就松掉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来 好 看这一支手 好 这种顶刻刻 当你自己手捏不到 你可以用手刀 用这个 自己聚一聚 聚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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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用拍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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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 我用的有的肯定 你跟英语的打 要打这个 不要 两拍拍 轻轻的拍 最好 如果要拍的话 手应该什么 空的 空的 拍进去是把 拉出来 要拉出来 不是把打得四叻 不会吧 后面打 没有用 把他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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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说 可以这样 为了增加夫妻感情 你帮我拍 我帮你拍 好不好 像我到我那里去治疗的患者 我都鼓励夫妻一起 为什么 如果你来 你健康 另外一半不来 他在健康身份 我来不吃苦 所以在一起 这个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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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天中序 来来 你上来 去 秀不出 天中序 天上的宗教的宗 好 你们自己找不到 手把他关到后面 最凹的地方 他就要天中序 不动 不动 这个 这个 有没有 这一个点 大家要过来 可以去摸摸看 就会一凹凹的 摸进去的 摸的不会透 大概就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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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好 想想啊 自己要找找不到 來 我去 我去 來 來 你手套 我动手了 對不對 就是 我去 我去 你需要 你最美的 得到 有得到 有得到 六个 第一次 公司 那一件事 第一次 一年 对 一尽 一尾 六个 四个 以后 美規 那一尾 天中序 秀三 有 昨天兩邊都有 今天等一下我們留一點時間大家合照一下 好不好 大家在這裡找一下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親自去找他 做什麼呢 診斷 先診斷 不是光是綁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光是綁 你如果用錯的話 反而不好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拿影片 跟他約時間 然後去先做診斷 診斷你是死於哪一種型的腳 然後他會教你怎麼樣去做操 重點是在於診斷 就好像我們去看中醫看西醫也是一樣 診斷最重要 先診斷 你是死於哪一型 那麼應該怎麼做 那麼這個我們再請林老師 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是不是就 林老師這邊是不是可以 可以開始 那我們就準備 給大家來合照一下 好 謝謝